我们住在这个仪式一厅这点 我们房屋面积上面给我们撤下来是四十几 四十五点五 然后我们是三口居家 在就是上海是零几年新经济试用房 最初的时候我们就去申请了 那个时候就给我们定性说 我们房就是住房面积一超 不给我们 我们不属于这种范围之类 就给我们划出来了 但是就是说 说到这个问题 所以咱们又扯回老话题了 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属性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既没有产权 也没有那个使用权 也没有那个买卖权 也没有只能目前为止只有的居住权 50年居住权 对50年的居住权 那我们又不能申请近视房 孩子什么就像他们说的 孙子落户也落不进来 什么这些都产生了这些问题 我们这个房子的属性到底是什么 房子 对因为你们这个房子是当时你们企业建造的 它的所有权应该是属于企业的 是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房子属于企业性质 企业性质 主要问题就是处在这 贵属权 对这个是贵属 我们当初房子是以市场价买的 户口也是以上海市质户口 我们当地也是个人买的 几十年了 我们现在儿子结婚了 第一个孩子生出来 13年出生了 可以上上海户口 可以落进来 现在国家提倡能生二胎生三胎 我们现在是想生 但是这个户口 户口不落进来 进不来了 落上来 户口已经进不来了 它已经就不能再 再生海的时候 不能进 上不到户口 只能上亚海正面 开始说的集体户口 上集体户口 我们说老实话 我们的父辈 我们这一辈 我们的儿女 为这个企业付出了很多 我们也得了一点点的回馈 想想也挺寒心的 一辈子 真的我们觉得 真的为组合的钢铁事业 欧信力学 这事也挺不容易 那么你们这么多人的子女 都是住在这里的吗 对啊 那不住在这里的哪里 因为我们没有钱 买外面的房子 关键不能交易 就不能置换 对啊 因为我那是外地户口 我的两个儿子 外子嘛 在这里上学 因为这个房子没有产权 你也是潘质化的 对 完了呢 我就是说也没有产权 我们也不能去置换 外面的房子 这卖一卖的其价 还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像我们这样没有外地夫妇的嘛 是孙子班上学 我们都是上了私立学校 对对 私立学校收费贵一点 上学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虽然说他在这里有一个局务会 反正就是他们也不管 都是我们自己去联系的学校 幼儿园 都是我们自己去找 而且我们都是找了私立的 工业的根本就不适合我们 所以说现在国家要求我们生二胎三胎 生了以后这个孩子算学问题怎么处理 部口怎么处理 对吧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行 行 好 这里倒裂的挺厉害的 对 不能碰 一碰就碎 对 就是很厉害的 然后在这边 不用看了 我知道了 不是 在这边 在这个地方也是碟掉了 嗯 嗯 那 你也好吧 行行行 行行行 您是睡哪儿 睡这里 我带着一个娃娃睡这里 嗯 还有一个娃跟他爸妈睡里面 我老公还不知道就伤害 没办法 因为住不下嘛 那 那你女儿呢 我女儿女性就住 住在这里面 住在这里 带一个娃住这里 对 然后你带一个娃睡在这里 对 哦 你们家五个人 对 六个人 老公在老家 老公在老家 对 你们刚刚不是说 潘志华的房子卖掉的 潘志华的房子卖掉 我在匹县买的一套 哦 在匹县 对